现在,年轻人工资基本上都存在于额宝里面赚利息,希望让自己的财富增值,抵一抵通货膨胀,但并不能解决马太效应导致贫富分化。 马太效应的典故来自圣经中的一则小故事,一个国王远行前,交给三个仆人美人一定银子,吩咐他们,你们去做生意。 等我回来时,再来见我,国王回来时,第一个仆人说,主人,你交给我们的一定银子,我赢赚了十顶,于是国王奖励他十座成义。 第二个仆人报告说,主人,你给我的一定银子,我赢赚了五顶,于是国王立奖励了他五座成义。 第三个仆人报告说,主人,你给我的一定银子,我一直包在手机里存着,我怕丢失,一直没有拿出来,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定银子引上给第一个仆人。 并且说,凡是少的,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,凡是多的,还要给他,叫他多多益善,大家读起来可能没感觉。 但是这个故事运含的规则,真的深刻影响了大家的生活,贫富分化就是这么来的。 事实上,所谓贫富分化,是相对的概念,并不意味着国内经济发展了。 每个人的工资收入提高了,贫富分化就可以解决了,而是随着国内经济发展,贫富分化反而会预演越烈。 收入高的人相比收入低的人一般来说,掌握的社会资源更多,而且更容易接触到不对称信息圈子广,因为收入高具备更大的探风险能力。 哪怕创业是为了一顶多重新来过或者回去打工,但收入低的人创业失败了可能就倾家当产了。 并且收入高的人因为圈子广,掌握的不对称信息,社会资源相比收入低的人更多,创建风险会更小。 假设A月薪2000和B薪5000,每年涨薪10%,A月薪22000,B薪5500,虽然是涨幅比例一样。 但B除非在一年时间内,B的月薪暴涨400%不然,在负利效益的影响下,A和B之间的差距就越来越大。 但如果A和B每年都让工资带物价水平不变的话,我们的工资收入都在提升,还是没什么的。 但是,社会物价水平基本是每年上升的,相比商品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,这就是通货膨胀。 举例,2009年12月的物价位100%,那么现在大概相当于1000块左右,相当于贬值了10倍。 可能很多人会说,我怎么感觉不到,看看房价,因为通货膨胀的钱都在聚集在房地产这个职责里面,虽然物价上升,但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。 但贫富差距就在这一块开始显示出来了,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在发展状态,所以我们的生活水准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是要高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